我们所有党员都有责任 要全力的支持我们党的候选人 卓越伦上个月底到宜兰出席公益活动 强调党内人员有义务支持侯友宜 一旁准备代表蓝军出帧 立委选战的黄真廷频频点头 主席一番话似乎在相机层信心喊话 因为动作频频的郭董上个月十七号才刚来宜兰 与县议会同仁进行闭门会谈 镜头拉近看身旁作者的就是黄真廷 郭台铭类参选走访的地方一举一动都是焦点 蓝营地方小鸡球曝光 停锅还是侯其许何为难 一号上午黄真廷召开参选记者会 外界关注郭董发送话题 我尊敬郭台铭也尊重郭台铭 但是唯一支持侯友宜 如果郭董市长再来您会一起支持 我想如果是针对人民的一些议题要来讨论的话 我们都会极力的出席来了解 表态停后却强调也会关注人民相关议题 黄真廷谁也不得罪 而宜兰三角独太市也拍板定案 黄真廷章与陈俊宇 陈婉慧共同角逐宜兰立委席次 来一内部稍不停的过后话题 连对手也在看 他的回答让我们觉得他脚踏两条船 没有中心思想 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一个候选人 候选人并没有跟他的这个母鸡 就是侯友宜有站在一起 这个部分也蛮耐人寻味的 过后角力是否让地方选情施交 外界关注 国民党内部整合进度卡关 让蓝营小鸡左右为难 成为选举话题 三续环关路站宜兰采访报道